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长视频 这个也就是时常比较长的一类视频 像这一类的 目前集中在国内的平台上有那么几种 第一种可以归类为叫影视领域的 像影视解说的这种长视频 那么这个领域当中的视频 做的时间特别长的 像一些做的好几个小时的 甚至也有一些做的时间更长 几十个小时的 什么几百部电影放到一起解说 或者就是这种大型的 大几十集的电视剧 放到一起去进行解说的 像这样的视频有很多 为什么有这些账号这么做 一方面就是因为工具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工作室 他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工具 能够快速的生成这种内容 当然这个过程中所用到的 所有的包括视频和文案 说是自动生成 但是其实不是说自己创作的 还是用到网上的同类型的一些内容 这个过程会加以修改 当然有的更多的就是机械化的 完全不修改 因为修改不修改 其实都没关系 把这个时长做到十多个小时的话 那么即使某一部电影 或者是某一段时间 某一段时长的视频画面重复了 但是它整条视频当中 所占到的重复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账号会发这种内容 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发现 就是个人创作者去做 其实不占优势 因为你如果不讲究方法工具的情况下 每天更新一条十个小时的视频 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做出来的话 即使从网上找视频 找这个文案 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设备 大家的设备可能跟不上这个要求 因为做上这种三五个小时以上的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看 在保持正常画质的情况下 这个视频所占用的内存都是比较大的 而且对于设备的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很多个人创作者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特定的领域 有这种比较长的视频 影视领域它属于是一个比较大的锤类 因为这个做的人比较多 像其他的领域也有 比如这种风景类的 或者叫音乐类的等等 这些领域也可以做很多的这种视频 这种视频创作方式是一个比较有效的 能够规避或者叫降低视频重复率的 一个技巧型的创作方法 在某些领域当中 这种方法是不适用的 像影视或者音乐类的 这个是可以做的 或者是甚至搞笑类的都可以做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 比如像一些范知识类的一些领域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 这种视频完全可以去做 自己创作的过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找这个素材 这个积累非常重要 因为你做的视频主要是长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一长了之后 它所涉及到的素材就比较多 即使你找到这种 十分钟八分钟的这种视频素材去使用 那好几个小时的视频 它也要找很多的素材 而且你每天都要发 如果说每天都这样 花同样的时间去找视频的话 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就是 找一次之后可以用很多天 基本上就是多找一点 然后把它汇总下来 不可能说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 到网上去找素材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拿到了这些素材之后 要进行创作的过程 就是让所有的这些素材 能够有效的拼凑到一起 当然有一些素材 它并不是说很纯净的 比如说这个视频当中 包含了一些开头或者结尾 或者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都得给它去掉 你如果不去掉的话 那这个视频那边人一看 连这个处处都能找得着 那这种情况下肯定对账号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过程是不能省略的 你只是想着随便的把它拼到一起 这个不行 一定要自己操作一下 稍微剪辑一下 这个过程其实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一定要有 这个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就没有足够的耐心 这么做下去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确定了这个方法之后 一定要坚持去做 不要在刚开始的时候 看见一两条视频的数据差 就觉得做不下去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 这个账号的流量 它是一定会慢慢积累起来的 在前期的话 多做垂直 坚持一个领域去做 慢慢的这个流量都会起来的 到后期账号获取收益这方面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视频数量的积累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的积累 时间越长 每条视频获得的推荐量就会越来越多 每条视频的流量都是会不断上涨 不断增加的 没有一个视频就是说 今天我发了之后 1000个播放量 明天的这1000个播放量消失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未来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会上涨 上涨的这个播放量 它就会持续的带来收益 为什么说自媒体需要做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呢 原因就在这 就是时间长了之后 你发的视频多了之后 这些视频就会源源不断的增加流量 所以后期为什么说收益肯定会起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同时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发的视频多了之后 这些视频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爆款 不会说我发了很多条视频 然后它每条视频都是这种普通的流量 那不可能的 发了多了之后 基本上你就会发现 什么内容它容易出爆款 渐渐的你就会对所做的这个垂类 做的这个领域比较了解 就知道什么话题看的人多 慢慢的去优化内容的选题 这个流量呢就会越来越好 爆款内容的出现 它就会阶段性的拉高账号整体的数据 一方面呢会提升你的平均的流量 从而呢提升收益 另一方面就是会提升账号权重 所以这个过程呢是必不可少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 想要系统学习 自媒体的朋友呢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课程 课程价格也不贵 108块钱 课程介绍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